自诸外道 外道是 异邪 我们称为这样的异邪 异邪就是说 很多人讲 像这个外道 你这个偏空 讲这个空性 讲空性你讲得很好 但是你注重出世 完全是出世的 不是吃素 是出世 偏重于出世 这也是外道 偏重于入世 也是外道 像有些是这样子 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对于这个外道 有很多人会看天上的星星 看心 心相 看心相 这个跟佛法没有关系 看心相 看心相 也有很多会 会那个好像是说 像我们这个 像直为斗数 像邪这个 这种东西的 算这个博华 博华 只能够当为吸引众生 归向于佛道的一个方法 属于异邪 异邪之类的 释迦牟尼佛都反对 像有很多人主张 一切都是输命 你出生的时候 命就注定什么时候死 你每个月薪水多少都注定的 你会遭遇到什么人给你骗钱 也是注定的 像那个邵康杰 邵子异术 就是 现在在讲起来就铁板神术 邵子异术叫铁板神术 你几岁 碰到信什么的人 把你骗了多少钱 都写在上面的 都写在上面的 这个就是书命邵康杰 他是个半神人 他懂得很多东西 邵康杰 邵子异术 这个是属于异学 什么叫异学呢 对你了生死 看见佛性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属于异学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对于这些什么算命 心象 或者是会耍一些神术 神术 我能够叫这个按一下 加持一下 你这个就拿不起来 很重 怎么提都提不起来 现在在桌子上盘了 真的很重 拉不起来的 拉不起来的 要很大的力才能够拉得起来 很大的力才能够拉起来 因为怎么样 把灵气压住了 表演这种东西 像以前我们那个 一个桌子 抬起来剩下一个桌子 天灵灵地灵灵 八叶十五来就行 这神一降在桌子上面 这个桌子有四个角 他能够一个角就可以站立 表演这种东西 那个叫做 属于外道艺术 那个就属于外道艺术 关那个戏卡形 戏卡形 戏卡形 就青蛙神 关青蛙神 我们那个八叶十五的时候 你小孩子趴在地上 斜向青蛙这个姿势 然后再来 天灵灵 天灵灵 地灵灵 八叶十五请你来就行 四卡形 零零零 请你八叶十五来就行 就拿香这样摇摇摇摇摇摇 就青蛙的灵就附在 那个小孩子身上 他开始就跳 他蹦蹦蹦蹦蹦跳耶 那个是属于义邪 很多的义邪 也会吞火 那么在西藏有一阵子流行 这个吞火 就把火拿起来 含到嘴里面 然后又把火喷出来 这火就染在那个 那个火棒上面的 这个都属于义邪 这跟 跟佛性没有什么关系 都属于义邪 释迦摩尼佛是反对这样子 做这个东西 但是 这个东西也蛮吸引人的啊 你看这个哪这个东西啊 你如果按一下 你这轻轻给他拿看看 真的拿不动 因为这底下有灵气耶 跟叠仙的道理一样啊 他会把那个桌子吸住 吸住那个桌子 你只能够移动 拿不起来 明明我这个力量可以拿起这个金刚灵的 就是拿不起来 只能在这边移来移去 所以这个都属于义邪 自乎摩尼 自诸外道 所谓外道 就是这些东西